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阶段会有一些电话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非常多的国外外景 然后觉得跟工作人员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然后所以非常喜欢他们 所以就是可能之后也是当朋友 然后也支持他们的未来 其实呢我昨天工作到半夜4点 所以我今天没有睡觉来这边 所以我应该要睡死 睡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